大家好 歡迎你又來到這個協欣的BangBangChannel 今天我為大家講解的就是一條DSE 2014年的PayPal1第一條的長題目 事不宜遲 先看看題目 它就說 它叫你simplify 那個xy-2次方 整個東西的3次方 再over y4次 and express your answer with positive index 先拿單項字出來再說 在做這條題目的時候 其實你都不用只能走掉了 就一定是用這一堆這九條的公式 就是law of index 如果你這九條的公式不太熟用 尤其是頭七條 你都沒有什麼運行的了 不跟你逐一講 因為其實這九條的公式都講過了 不如講一下怎樣用 先抄一條題目 這條題目就是 拿支藍筆 它就說是xy-2次方 整個東西的3次方 再over y4次 其實會等於什麼呢 如果你讓我做 我自己也 拿支黃色形干筆線 我自己就會看到 首先用這條公式 黃色的這一條 這條公式是說什麼呢 其實是說 如果兩個數字相乘 譬如外邊有個指數 其實你可以把指數 丟進去 貼上兩個數字 就是a和b 即是am次乘b次 所以在這裏我會貼進去 第一個箭咀 第二個箭咀 所以貼進去的情況下 這裏就是x的3次 再乘以y-2次 整個東西的3次 就over y的4次 在這裏你給我看 我再會用藍色這條公式 就會是am次整個東西的n次 就會等於amn次 那是什麼意思呢 即是當你發現 現在a的m次方 一塊東西有次方的時候 外邊還有一個括弧的n次方 其實你等同於 將外邊的括弧的次方 丟進去 和裏面的次方相乘 即是a的mn次 所以在這裏 我就會把3 貼進去負2那裏 所以上面 那個份墓 理論上 應該會出到 x的3次 y的多少次 就是負2乘3 就是負正得負 就是3二如6 就是這個 就over y的4次 我看到上下都有y 其實在這裏 我就會再用多一條公式 不如我用綠色的螢光筆highlight 就會是這條 其實這條綠色的公式 還可以寫得好些 就是用份數版本去寫 例如am除an次 am次除an次 其實你也可以寫成什麼 這條 進化版就是am次 除就是over 就是an次 就會等於什麼 就會等於 這個 根據公式告訴你 就是因為大家的底 底的base一樣都是a 所以它們一樣 哎喲 所以在這裏 我們就會 按錯 剛才不好意思 所以在這裏 就會結合了它 大家的底一樣是a 所以結合了它 而指數 就會變為 上減下 即是上面的指數是m 再減下面的指數n 即是上減下 指數就是指數位 ok? 所以在這裏 你給我 再做下一步 我就會寫成為 好了 看看這個 看到嗎? 對 再括號一點 好了 所以在這裏 就會是 等於 就是x的 三次 再乘以y的幾次 就是負6 再減4 即是負10 在這裏 最後一條公式 拿支 不如橙色 沒那麼刺眼 對 就是 這一個橙色的部分 這一條 看到嗎? 對 這一條公式 好了 這條公式說甚麼呢? 就是當你發現 你a的負m次方 即是指數是負指數的時候 看到一個負嗎? 那怎樣處理負指數呢? 其實就會等於1 over 對 一件負指數就是 紅色部分 即是寫1 over 其餘黑色部分 剩下來的東西 就是a的m次 就寫到墳墓下面 就是am次 1 over a的m次 所以在這個位置 我方便你做事 我拆了藍色部分 負指數 我寫一個負 負10 負10 所以在這裏 你讓我再做下去 下一步 我就會寫 x的3次 再乘2 就是負指數 即是 over 我會馬上轉去 就是紅色部分 下面就會是y的10次 所以 我們現在 x的3次 乘就是乘上去 跟y的10次 如果有的約 就約 跟下面就是乘 但跟上面就是乘 所以最後乘上去的情況下 剩下幾個區 最終極答案就是x的3次 就是y的10次 這個就會是終極答案 OK 看看大家今天來到這裏 明不明白 放一條題目給你看看 這個題目 答案就是在這裏 好,查一下大家看看有沒有問題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就來到這裏 OK 多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希望下次有緣的話 再見吧 拜拜